野猪究竟多可怕 你见过可以单挑老虎的猪吗 你知道野猪一口咬下去的力量有多恐怖吗 你知道吗 在动物界 野猪其实与狮子老虎一样 也属于大型野兽 它们其实是一种破坏性极强的凶猛动物 在全世界 单是野猪的种类就超过了几十种 其中有一些野猪的体型 甚至都可以与狮子老虎这种大型野兽比肩 非常威猛 每当夜幕降临 规模庞大的野猪群就会出门觅食 在这期间 即便是老虎这种大型野兽 也不敢轻易地去招惹它们 今天这期视频 黑兔给各位领导找出了 世界上体型最大 最凶猛的八种野猪 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低调的猛兽 大家好 我是黑兔 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 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 记得长按点赞三秒 给黑兔个霸气鼓励 谢谢 好 第八个 西端 这是一种分布于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一种 类似猪的有体类哺乳动物 之所以说它类似猪 是因为这个家伙虽然看上去像猪 但实际上它并不是猪科动物 西端就是西端科的动物 不过在当地 人们也都普遍把这种动物称为野猪 成年的西端 体长最长可以达到1.3米 体重可以达到80斤 这个家伙外表看上去虽然并没有多可怕 但实际上却是一个颇为凶猛的家伙 西端与大多数野猪一样 同属于杂食性动物 它们的食物主要以植物为主 有时候又会捕食一些小动物 在西端的嘴里长有尖锐锋利的拳齿 它们的这种獠牙与大多数野猪不同 西端的獠牙短而直 而绝大多数的野猪獠牙 都是比较长而弯曲的 这种短而直的獠牙 可以帮助它们更容易地刺进 或压碎各种坚硬的物体 杀伤力相对较强 这些拳齿 正是西端最强有力的攻击性武器 除了獠牙 在它们的背部 还长有能够分泌刺鼻液体的臭线 每当遇到敌人 它们就会利用背部的臭线 向外排出刺鼻的液体进行驱赶 同时还能够通过气味 召集其他的西端 一起对敌人进行反击 最可怕的一点就在于 虽然它们并不会主动向人类发起攻击 但如果一旦受惊 它们就会利用嘴里那锋利的拳齿 对我们进行疯狂的撕咬 如果不幸遇到一群暴躁的西端 很有可能会有致命的威胁 这些狱中长相相当可怕的猪科动物 它们分布于印度尼西亚 多数都气息在一些热带雨林中 以及活动在一些沼泽地附近 鹿屯最明显的特征 就是它们头部的四枚獠牙 仔细观察你会发现 它们鼻子上方的獠牙 是从脸上长出来的 而并不是嘴里 实际上脸部突出的这两枚獠牙 与嘴巴里突出的獠牙一样 都是从嘴里长出来的 由于特殊的身体构造 导致它们的上獠牙会向上生长 最终穿透了脸部 才导致变成这幅模样的 这种现象仅发生在雄性鹿屯的身上 雌性则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它们的上獠牙主要用于防御 下獠牙才是它们的攻击性武器 这种长相奇特的动物 仅分布于印度尼西亚的 苏拉维西岛附近 并且数量稀少 极其罕见 成年的鹿屯体长 可以达到一米以上 尖高可达八十厘米 体重最重可达两百斤 看上去虽然比较笨重 但实际上它们非常灵活 鹿屯的奔跑速度很快 它们可以以每小时 会游过岛与岛之间的海峡 到其他岛上寻找食物 在它们的气息地内 这家伙几乎没有天敌 它们与绝大多数的野猪一样 也是杂实性 主要有一些植物 以及小行动为食 对了 再而就是鹿屯的獠牙 会持续生长 在这个过程中 它们如果不摸牙 则有可能会被自己的牙齿 穿透自己的头骨 从而自己杀死自己 非常危险 好 第六个 油猪 这是一种生活在非洲大陆的野猪 共有两个物种 一个是非洲油猪 另一个是荒漠油猪 非洲油猪喜欢相对温暖的气候 而荒漠油猪 则更适合极端干旷的环境 两者的整体特征都大致相同 从它们的气息地不难看出 油猪绝对算它上是一个足够凶猛 并且生存能力很强的物种 要知道 在非洲 有狮子 豹子 土狼 等等各种肉食性野兽 油猪与这些石油野兽 生活在同一块大陆 自然也避免不了 经常要与这些石油野兽碰面 如果没有一套抵御敌海的技能 是很难在这里生存下去的 成年的油猪体长可达1.5米 身高可达0.85米 体重可达300斤 它们的嘴里长有四颗巨大且锋利的獠牙 这家伙的上獠牙最伤可达64厘米 并且向两侧弯曲 嘴里巨大的獠牙 就是油猪最具杀杀性的武器 像一些经验不足的豹子 在捕杀油猪的时候 随时都有可能被油猪的大獠刺伤 甚至刺死 即便是狮子 有时候也会被油猪的獠牙刺的遍体鳞伤 再加上这家伙本身就是一种好斗的动物 大体型 够凶猛 并且防御性还强 所以多数情况下 不到万不得已 非洲大陆上的石油野兽 并不会轻易地去猎杀油猪 对了 再而就是油猪 还是世界上唯一一种能够在数月没有水的情况下 依旧能够存活的猪 生存能力极强 第五个 红河野猪 红河野猪也被称为西非丛林猪 这种猪分布于塞哈拉以南地区的西部和中部 它们通常喜欢骑在雨林或者沼泽地区 这种猪的体长可达1.5米 体重接近300斤 它们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颜色 红河野猪的毛色比较丰富 体色便一较淡 与其它的野猪相比 相对容易分辨 这个家伙看上去毛色对我们构不成什么威胁 但千万不要忘了 它是野猪 红河野猪的性情凶猛 具备很强的冲击力 并且在它们的嘴里 同样也长有发达的权齿 作为杂食动物 在野外 除了吃一些农作物以及植物 它们偶尔也会去捕杀其他的小动物 在发起攻击的时候 红河野猪会同时按下额头 利用它们的獠牙 对着敌人的头部 猛刺 撞击 虽然绝大多数情况下 它们并不会主动攻击人类 但当它们走投无路或者受伤的时候 极有可能会鼓起勇气 对敌人玩命地发起攻击 这主要就是针对捕杀它们的猎人 或者其他掠食性动物 它们的天地主要就是人类 其次就是豹子 狮子 以及斑猎狗 这些掠食性野兽 这是一种生活在东非和南部非洲森林里的一种野猪 它与上面的红河野猪同属于非洲野猪属 成年的甲面野猪体长可达1.5米 体重可达300斤 雄性甲面野猪的嘴里也长有非常锋利的权齿 这种猪咒服夜出 白天通常都走在一些草丛中睡觉 到了夜晚才会群体出动觅食 它们的性情非常凶猛 在密食期间 它们会利用自己的面具和大声的噪音 威胁不如它们领地的其他动物 如果人类在这期间不小心踏入到它们的领地 很有可能会引来多达十几头甲面野猪的群体围攻 非常危险 它们主要以植物的根基 种子和一些坚果为食 有时候也会捕食鸟类 以及一些小型动物 特别是农作物 在非洲当地 这种野猪对农作物具有很强的破坏性 它们经常会破坏人类种植的土豆 玉米 以及蔬菜给当地农业带来很大的困扰 也正是因此 这种猪在当地被允许猎杀 特别是在南部非洲 当地人还专门组织定期捕杀这种野猪 以减少对农作物的损坏 好 第三个 虚猪 这是一种分布于苏门达拉岛和婆罗州的一种野猪 虚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头大身小 脸上长有独特的白色毛发 看上去像是长着胡子一样 也正是因此 人们才将其称为虚猪 虚猪的头体长度 最长可达1.5米以上 体重可达300斤以上 它们经常红的在一些热带雨林和红树林附近 属于群居动物 一般情况下 它们多数都是集群活动 虚猪群的数量 最高可以达到200只以上一群活动 规模相当庞大 作为杂质性动物 它们的食物与绝大多数的野猪一样 都是以植物和小型动物为食 但由于虚猪的栖息地 距离海岸相对较近 有时候 它们也会出现在海岸沿线 寻找死去的鱼为食 更让人意外的是 据观察发现 虚猪经常会跟随当地的猕猴一起活动 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在猕猴摘果子的时候 吃猴子掉在地上的果实 毕竟虚猪这个大家伙上不了数 想要吃上新鲜的果子 跟随猴子 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再有就是虚猪的危险程度 虽然它并不属于劣势性野兽 但它仍有可能给我们带来致命的伤害 因为虚猪的嘴里 野长有尖锐的獠牙 在遇到威胁时 极有可能会奋力反击 要知道 野猪有很大的蛮力 在野外 如果被它用力撞一下 对于人类来说 是相当危险的 欧亚野猪 欧亚野猪其实就是我们最常见到的野猪 这种猪原产于欧亚大陆 它是世界上分布最广的哺乳动物之一 也是分布最广的猪型动物 在全世界 欧亚野猪共分为20个亚种 其中体型最大的一个亚种 是乌苏里野猪 这种猪的体型庞大 它的体长可达2米以上 体重最终可达500件以上 随着地区不同 它们的体型大小也会有所差异 欧亚野猪的环境适应性极强 它们可以生活在干旱的半沙漠地区 也可以生活在热带雨林地区 这个家伙的实性很广 在野外 只要是能吃的东西 它们几乎都吃 再有些是它们的凶猛程度 多数人可能很难相信 野猪也具备杀死老虎的能力 你知道吗 成年的大型欧亚野猪的表皮非常坚硬 它的鬃毛和表皮上 都涂有凝固的松脂 野猪在外活动的时候 遇到松树后 就会将身体靠在松树上蹭 目的就是为了让树上的松脂 粘合在自己的鬃毛和皮肤上 等这些松脂在身体上凝固后 就可以帮野猪抵挡蚊虫的叮咬 也可以用来抵御大型野猪的袭击 随着时间越长 身上的松脂越厚 防御性也就越强 据说 有些体型较大的野猪 猎人用猎枪也射不透 再有就是之所以说它有能力干掉老虎 主要就是借助于它自身 极强的防御性 以及巨大的体型 要知道 一些成年的大野猪的体型 甚至都能够赶得上老虎 虽然绝大多数情况下 都是老虎猎杀野猪 但确实有极少数的情况 野猪注意自卫 也能够将老虎反杀 在野外 多数情况下 老虎是不会轻易去招惹 这些体型较大的野猪的 好 第一个 大林猪 大林猪也叫巨型森林猪 它是猪科中 体型最大的野生成员 这种野猪原产于非洲 在一些山地森林中 它的体长最长可达2.1米 尖高可达1.1米 体重最重 可达550斤以上 整体体型 甚至比一些雌性狮子还要大 这个家伙的脾气相当暴躁 它们群体之间 具有很强的领地性 一旦有其他动物 靠近它们的领地 大林猪就会被激怒 发怒时 它们颈部的鬃毛 就会树立起来 做好随时进攻的准备 在它们的嘴里 长有长达30厘米的獠牙 这些獠牙非常坚固且锋利 在发起攻击的时候 它们会从大约20多米 开发的距离 进行冲刺 利用头部狠狠地撞击敌人 这对于人类来说 是非常致命的 与其他野猪不同的是 雄性大林猪 有时候会在 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 突然发起攻击 也就是说 即便我们不主动招惹它们 这个家伙 也有可能会主动 向我们发起攻击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 可能是雄性大林猪 为了保护它们的幼崽 才会主动攻击 以植物为主食的食草动物 虽然有时候也吃腐肉 但是它们的绝大多数食物来源 都是吃草 还有就是它们有一个 非常特别的习惯 大林猪群在排便的时候 会有一个固定的地点 猪群会统一将粪便 排放到同一个地方 非常讲究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觉得很不错的领导 记得帮黑头点个赞 谢谢